冠状沟尖锐湿油的早期症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淡红色丘疹 在冠状沟处会长出淡红色或乌红色素状大小最生物 性质柔软、顶端烧尖、逐渐长大或增多 二、有体形态 这些丘疹可能逐渐增大增多 并融合成乳头状、菜华状或机关状增生物 形状大小不一 三、无明显症状 多数患者在尖锐湿油早期并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 只有少数患者可能感觉到病造部位有异物感 着痛、次样或接触痛 四、有体颜色 有体一般呈现为肉色 灰白色、白色、粉色或乌灰色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症状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且尖锐湿油的潜伏期较长 平均为三个月 因此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患有尖锐湿油 建议立即去正规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 尖锐湿油是由人乳头流病毒HPV感染导致 主要通过性接触直接传染 也可通过病毒污染物间接传播 及早治疗可以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 减少治疗费用和疼痛程度 如果有疑似或者确诊尖锐湿油患者有疑问 可私信博主为你提供诊断帮助 多方面来继续 多方面来继续 感谢观看